今天上午在新梅市永和中正路金船枪响 那么原来当时是一对情侣开车在路上 但是因为没有系上安全带 交到远景盘查 但是驾驶拒绝蓝查还加速投意 一不小心钻进死巷子里 倒车时候还差点擦撞远景 情急之下远景当场朝轮胎连开四枪 而根据了解这男子之所以要逃 除了是因为酒驾还因为车上有毒品 最后情侣俩都被带回侦办 黑色轿车倒车就快撞到远景 警方立刻朝车轮连开四枪 赫斥驾驶下车统统不要动 立民远景火速把人抓下车 强压在地原来车上驾驶拒绝逃逸 警方迷抵逮人 警匪追逐站一路从中和国小前 追到中正路总共2.5公里 最后嫌犯弯进死巷子 又想倒退冲撞远景才被接连开枪 巨大声响吓坏附近民众 有非常太大声了 太大声了 我虽然当过兵可是大概只有10公尺 大概我就走到一半 然后他就停在这边 事发地点就在新北市永和中正路 84号至光商直旁 19号早上7点55分 车上一对情侣从台北市中山区庆生玩 准备回到中和住家 却因为没系安全带遭到远景盘查 没想到因为车上有毒品 K他命又疑似酒驾 因此拒减逃逸 最后开进死巷子 不得已只好倒车离开 远景见情况紧急随即朝车轮开枪 已经下从警用机车下车后 然后请他下车 但是他人不配合 所以我们以警棍敲击他的车床 但是他人持续逃逸 所以我们才站在他左前方 朝他左前轮开的四枪 初不了解男子有毒品枪炮弹药等前科 这回拒绝酒策加上持有毒品招待 竹竹被开了16张罚单 不仅庆生前全被罚光光 该负的刑责一条都逃不了 记得蔡杰娱乐为SNG小组新北报的